曼妮 新晋为超业模特后 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 有什么打算呢 有消息说 今晚的红产 你会和陆总一起出席 陆总怎么没来 是你们感情出问题了吗 曼妮 我还想问一下 那么在合约期满之后 你还会继续和幻真时尚 进行续约吗 是这样的 今天呢 试验的时尚宴 咱们这样是不是 有点宣明夺主了呢 亲爱的妹妹 好久不见 你怎么来了 和你一样 见想见的人 只不过 你想见的是你姐夫 我想见的是我丈夫 你 今天这么多记者 我想你还是收敛的 靠近一点拍张照啊 我们笑一下 好 麻烦看一下这边 曼妮 请问一下 这位女士师 你们的礼服 怎么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关系啊 是啊 跟我们说一下吧 啊 啊 看你 看你 跟我们说一下吧 苏北 谁让你回国的 我回国 只要我丈夫同意就行了 用不着向你报备吧 陆总 不可能 陆总怎么可能让你回国 他 我们是夫妻啊 不可能长期分居的 而且这次 是他再三请求我 才回来的 妹妹 我知道这些年 你留在他身边打拼不容易 不过好在我回来了 以后啊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你有什么资格回到他身边 你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连累患者 怎么给陆南丢人了是吗 他说他不在乎了 所以我想这次回来应该是想跟我重归于好吧 毕竟我们年纪都大了 奶奶还等着抱重孙呢 你做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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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姐姐 我不仅要让你身败名裂 我还要把你的干系都抢走 包括你的账 怒人 你以为我还是七年前的苏北 从我这儿拿走的东西 也该还回来了 这次回来 我还会加收利息哦 苏北 你一个死到外面 为什么还要回来 曼妮姐 陆总家到了 苏北 苏北 七年前你斗不过我 现在你一样输给我